巴上輕航機翱翔天際 飛上1000英尺高空享受翱翔快感 會在台中烏日的這間飛行俱樂部 讓遊客能體驗當機長 不過7月初卻傳出帥氣意外 風很大的時候它要下來的時候 鬼異會攤 那個我們常常看到 那個風很大的時候它再飛就 比較不安全了 我們現在目前是確認有 航機是墜落的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 會召開事故認定會議 目前是知道有人因受傷 這起衰機事故發生在1號中午 據瞭解受傷的市民60多歲女乘客 飛行過程不明原因意外衰落 好在只有情傷沒有大礙 運安會證實12號接獲通報 隨即派員調查 我們都有帶患者去醫院急診 針對各方面的助理 然後他的住宿他的交通費 他的生活費 賠償金什麼東西 我們通通給他的 14號上午來到現場 大門深鎖 遊客也鋪了空 看他們的滿專業 而且同學也都有來過 沒有想說會發生事情 目前飛行俱樂部全面停飛 至於甩機以外 是認為還是機械因素 運安會預計15號召開事故認定會議 一意釐清 於是王春林憲民台中報導 並且就分辨聚 到最後一方 就算給我們 的面子 所以我們想多點 我們想多點